猪环是当今世界最宾威的鸟类之一 甚至一度被认为已经野外灭绝 直到上世纪80年代 在陕西阳县发现了7只野生猪环 守护猪环解决成了阳县人的神圣使命 最近在陕西阳县安康 有一只受伤的猪环遇到了好心人的救助 近日安康石泉县城关镇 双张村二渡村民柯小勇在院子忙活家务时 突然听到旁边的田里有奇怪的叫声 柯小勇一眼就认出 这是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猪环 这只猪环看见陌生人走近也不飞走 只是一个劲的扑腾翅膀 柯小勇猜想可能是受伤了 因为天下着雨气温比较低 柯小勇担心猪环在地里待久了会加重伤情 就准备帮助他 我看那个猪环在这里 葡萄葡萄山不得扭了 我说我拍个视频看看 倒是啥乱乱乱 我弄起来他也不扭 然后我就把他躲到之后了 我就送他村委回去 随后村干部立即向县林业局进行了报告 很快 石泉县林业局工大猎员赶到后 确认是一只成年猪环 其右腿部有断裂旧伤 无法正常站立行走 初步判断为气温突降 猪环腿部残缺 密室困难 导致身体机能下降 随后 工大猎员开车将这只猪环 送往了临近的宁闪县 猪环野化放飞基地进行治疗 这环境的幽美了嘛 是不是 他才来一下 都要保护他们 小我都知道猪环保护的